上一集跟大家走過杜鋒山基督教叢林 走得有點累 讓我先在這裡挾腳 挺多磁磚畫 挺特別 五餅二餘? 你會見到有個感恩亭 裡面有六幅磁畫戶外 是說六個不同的聖經故事 我們有很多戶外大型的廣彩瓷畫 譬如你進到杜鋒山門口 你就已經看到有這個杜鋒山的地圖 是用廣彩瓷的形式去畫出來的 然後你去到蓮花瓷 你會見到有一個蓮花的圖 裡面說到貼薩羅尼加錢書的一段經文 就是上帝召我們本不是 要我們顛染污衛 乃是要我們成為聖結 這些廣彩的戶外大型的 一種瓷磚的藝術 我相信如果我們今天不好好保留 過了一段時間 很難再在香港找到 上一集都說過 當年建立杜鋒山 接待過不少的佛教僧侶一齊生活 修道 所以這裏以中國文化結合基督教義 希望令到中國人更加容易佔納基督教 以這個聖經故事 就是耶穌平靜風浪的聖經故事 成為這個廣彩瓷碟的元素 但你會發覺很有趣 我們一般見到那個耶穌 他都是好像一個西方人一樣 但在杜鋒山的聖經故事 就是以耶穌是一個漢人的形象 出現著漢服 而他的門徒也有中國人的特色 正正是一種 能夠使得中西文化融合的 一個很重要的努力 就來聖誕節了 看看這隻舊主降生的瓷碟 聖母馬利亞都是一身中國文婦 不太好 杜鋒山這些港彩瓷 他都能夠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 譬如你會見到有中式的全盒 我們可以在農曆新年用 你就見到有一個中式香山舉木的 但是是一個把奶壺 就是喝西茶的時候用 或者你又見到有一個很漂亮的 即是桌燈 裡面有一個聖經經文 有蓮花在那裡 你又可以平時放在客廳 除了這些之外 另外我們也有特別是宗教的用品 譬如聖餐杯 聖餐碟 事實上真的有僧侶還俗改信基督教 杜鋒山的繪辭部 不僅僅幫他們維持生計 還體現了一個理念 在1947年我們就成立了杜鋒山繪辭部 可以藉著廣彩詞 這個繪辭的藝術能夠傳揚福音 更加是可以為這幫僧侶找到一個新計 這個源於一個很重要的修道精神 就是祈禱與勞作 我們一方面很專注內在祈禱 但我們的手是不停的 我們都會繼續去工作 劃取的是畫瓷畫 劃取的是跑步 劃取的是做木工 當我們能夠投身在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工作就不再只是為了經濟 更加讓我們有一個圓滿心靈的需要 劃取的是平衡的強調 試用在 aç、一旦來自入全員 一直都是在可以用的 給我帳一下 劃取的是平衡的